第四,為背景塗層套用旋轉濾氣 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旋轉塗層的背景在哪裡 所以把這個眼睛先閉起來,就是只剩下背景 並且把游標停在背景塗層上面 接下來要做出的效果就類似像後面這樣子 有點像本來是像縱向的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有點像什麼 旋轉,並且你會發現這一條線 這個就是原來這一條線應該是一個水平的線 可是它為什麼可以變成一個好像圓形 實際上它就套用一個所謂的旋轉的特效 那這個旋轉特效其實蠻好找的 你們可以在濾鏡裡面 在哪裡呢? 其實在鋸齒狀上面 這邊你其實可以在扭曲裡面 可以找到旋轉 所以你會發現只要跟扭曲有關的 像剛剛那個鋸齒狀,這個也是扭曲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說 因為題目剛剛那一題主要是 它就指定要鋸齒狀,所以你假設考試的話 一定要用鋸齒狀 可是如果它沒指定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臉依效果 看看能不能做出類似 就是剛剛的臉依的效果 因為這邊已經有臉依了 那我們用這一題的話 用那個旋轉效果看看 旋轉 然後呢 你會發現它有幾個效果 一個是旋轉 矩形到旋轉效果 把矩形原來其實縱向的 變成中心點 有點像中心點輻射開來的效果 另外的話有一個什麼 旋轉到剛好顛倒 旋轉到矩形 顯然它要的效果應該是這個才對 你可以看剛剛那個 有點像 那如果這一個的話 它做出來就是像這樣 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這樣 變成像這樣 這樣也是 又是另外的感覺 那這個的話就是 應該是我們要的 因為你會發現它就輻射出去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有點像是 中心點 有點像 中心點 然後這個 把它繞一圈的感覺 按確定好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眼睛打開 那並且 再加上剛剛的東西 那最後請你把這個一樣 另存新檔 所以今天的話呢 這個這一題的話 也許就先到這邊 另存新檔的話 一樣就把它存成PSA202 然後 也是存兩個檔 一個是PSD 一個是JPG OK 把它存檔一下 不過上 上個禮拜好像有同學發生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存那個什麼 JPG 不過看起來好像JPG沒問題啊 你就把這邊改一下 PSA202 這樣子 存檔 JPG 你先存那個PSD 存檔 然後再另存一下 等於是存兩次 一次 是先存PSD 然後第二次的話呢 再存JPG 這邊有個叫JPG OK就選這個 然後按儲存就可以 所以繳交作業啦 我看有些同學好像繳錯了 那至於品質的話呢 你用預設就可以啦 那不用特別去 把它調到品質調到最大啦 因為 相對的你會發現如果你 調的越大喔 跟調小一點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看喔 如果你品質越低的話 他的檔案 只有53 可是預設的話是高的話是90 大概這個就可以啦 按確定 好 那請各位呢先試試看好了